华林县利三名国中举重队参加了 112年全国金银纪水泉杯经典建立锦标赛 荣获了28面金牌 24面银牌 4面铜牌 2面第4名 1面第5名 并破17项全国纪录 而另外国力玉里高中也荣获了4面金牌 4面银牌 也破了3项全国纪录 112年全国金银纪水泉杯经典建立锦标赛 才刚刚落幕 华林县三名国中共获得了28金 24银4铜 2面第4名 1面第5名 并且破了17项的全国纪录 荣获国男组团体总锦标第一名 荣获国女组团体总锦标第一名双料冠军 也荣获了精神总锦标的第一名 其中古东乐获得了国女组最佳局者 一端举100公斤打破了大会原本91公斤的纪录 另外来自戴平村的于佩颖 在63公斤级也破了4项的大会纪录 她表示非常的开心 有进步蛮多的 然后希望还可以继续 就是要升高中了 希望还可以继续打破高中的纪录 三名国中举重对所有选手通通都有夺奖 破了多项的大会纪录 另外国立玉礼高中 荣获了四面金牌 四面银牌也破了三项的全国纪录 谢谢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个贵人 还有那个教练师母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这次比赛的学弟学妹学长学姐 还有同学 然后感谢他们 然后也要谢谢就是帮助过我们的人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那个成绩 就读玉礼高中的柯冠亭这些打会了大会纪录 选手表示他们没有暑假 因为都在住校练习 虽然辛苦但是他们都觉得值得 现在又冲刺八月份的赛事 都希望可以拿下更好的成绩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 如果不会的论 优优独播剧场